整理题函数的垂直渐进线 找出函数f为x等于x平方减16分之x平方加2的垂直渐进线 首先我们先对函数f进行因式分解 会发现当x等于4或-4这一点会使得函数分母为0 因此这两点在函数上是没有定义的 因为这样我们进行极限值的计算 当x趋近于-4正的极限值 会使得分母的极限值是一个很靠近0的负数 因此极限值就为-5限大 且x靠近-4的左极限会使得分母的极限值是一个很靠近0的正数 使得此极限值为正无限大 接下来我们对另外一点求极限值 当x靠近4正的时候 会使得分母的极限值是一个很靠近0的正数 所以此极限值就为正无限大 而当x趋近于4负的时候 会使得分母的极限值会是一个很靠近0的负数 所以极限值就等于-5限大 由上述可以知道 此函数的垂直渐性就为x等-4与x等-4 先让大家看看